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会让孩子面对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并且解决问题 例如 如果有一个孩子打破了杯子 他们会被告知可以怎么样做来清理这个混乱 给孩子明确的指示 就会帮助他们去尝试自己解决问题 这比唠叨来得有用得多 这会使孩子们不仅明白 东西是花钱买的 所以小心对待物品很重要 而且还得学会更有责任感 当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是取得未来成就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之一 二 他们教孩子如何省钱 每个成人都知道 如果你不善存钱 你就会很难管理好自己的收入 成人生活就是要了解到 你不可能轻易就拥有一切 首先 你得计划好 要如何得到它 这就是为什么 就像成人会为度假或买车存钱一样 孩子也应该学习把零用钱存起来 大多数父母会给孩子买存钱筒 或者就用旧罐子 孩子决定他们想存钱买什么 并在罐子上贴上特殊标签 一个昂贵的玩具 或者一辆新的脚踏车 就是很棒的例子 这是向孩子们展示 如何明智消费的好方法 避免像买一堆糖果那样 一时心血来潮就挥霍无度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父母不愿意和孩子谈论金钱 这些孩子可能相信 自动替换机里面的钱 是一个魔杖挥一挥就出现的 称是如此那就太好了 显然有这些想法的孩子 长大以后经济稳定的机会更低 因为如果没有金钱教育 孩子们便不会明白钱的真正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让孩子参与预算和支出的讨论很重要 去购物吗 太棒了 你们现在就花点时间讨论购物清单吧 有什么方法可以透过放弃一件物品 或者找到更便宜的替代品来节省开支呢 当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赚多少钱的时候 情况甚至会更好 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知道钱不是一种无止境的资源 而这会反过来也教会了他们节俭的必要性 不信的是有些父母有时会说些破坏孩子自信心的话 像是你什么都做不好 或是你就是个失败者 在某些时候他们可能会脱口而出 却没有意识到这会对孩子的未来造成多么毁灭性的影响 显然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会很难在生活中实现目标 并且会对自己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举措有所怀疑 财务上的消极态度就好比像金钱是万恶之源啊 或者不可能即便有钱同时又保有诚实的品德 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在家里听到这些话 他将来甚至不会有动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是我们得现实一点 金钱并不邪恶 它只不过就是一张纸嘛 关键在于你如何使用它 当然也有很多人 仅仅是透过积极主动和努力工作就致富的故事 顺便问一下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如果你认识 请在下方的留言区里面告诉我 这就是为什么好的父母会尽最大的努力 把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才能和优点上 并且建立他们的自尊心 还有成人在养育孩子时应该教导他们说 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 一切皆有可能的信念 5.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扬孩子 称赞孩子的成就是很自然的事 不管是多小的事情 但同样重要的是 要赞扬他们取得成就所付出的努力和苦心 例如如果孩子在考试拿了假等 父母应该表扬他们 不是为了好成绩 而是为了他们的勤奋学习 或者如果孩子赢得了某种比赛 他们应该受到表扬 但不是为了得奖 而是为了取得此次成果所做的无数次训练 这样孩子就会明白 重要的不仅仅是结果 不论结果如何 你为了实现目标所做的努力 都值得被关注和尊重 即使你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你的努力也不会白费 因为你提升了自己的能力 也获得了更多的经验 这就是为什么表扬孩子 尽了最大的努力 是向他们展示 真正的成功为何的好办法 毕竟未来极有可能 在孩子长大之后 他们的人生会面临一段 他们得努力工作 却没有任何显著成果的时光 承认并欣赏自己的勤奋 会帮助他们持续走在 正轨上 过度保护的父母 可能是孩子日后 无法成功的最大因素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知道 有人会帮你做某件事 那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做呢 是吧 当然这样的父母并无恶意 他们诚心地相信 自己在养育孩子的 奋斗中胜利了 但是在现实中 他们会使自己的孩子 未来充满失败 孩子会觉得 自己无法独立去做任何事 甚至会不敢尝试 像这样的孩子 看不到探索人生 可能性的任何意义 因为他们的父母的态度 导致了他们对自己能力的 不安全感 现在我们来猜猜 这些孩子致富的机会有多少呢 是的 差不多就是零 因为成功与尝试新事物 冒险 克服恐惧和战胜疑虑 都大有关系 七 他们让孩子做家务 你喜欢倒垃圾吗 我敢打赌 你肯定不喜欢 但不管怎么样 你都还是会做嘛 有许多事情我们做了 就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做 这一点呢 我们得感谢我们的父母 就算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 在家务问题上 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 它可以简单到 只是把他们喜欢的玩具 放到架子上 从很小的时候 孩子就应该知道 家庭中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 为改善整体做出贡献 这不仅是教孩子们 如何负责任的好方法 还能帮助他们意识到 合作对于完成事情来说 有多么重要 你洗碗 我扫地 瞧 厨房一尘不染啊 我要强调的是 成为一名优秀 且不懈怠的团体成员 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 非常的重要 现在这有点科学性了 2015年发表在 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显示 幼稚园里面 社交能力好的孩子 长大之后会前景光明 万一你不知道 鼓励这些社交技巧最好 也最令人愉快的方式 便是拥有家庭活动 一些简单的事情啊 像是一起做饭 玩玩棋盘游戏 晚上散个步 和年度假期 都有助于创造一种 认同和归属感的氛围 这些感觉是我们透过沟通 所获得的 不只是和家人 和其他的人也是一样 我确信你同意我的观点 优秀的沟通技巧 是任何成功人士都有的 因为我们是群居的生物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 如何在一个充满人的世界中生存 而这提醒了我最后一点 9.他们帮助孩子建立 有意义的关系 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孩子的成长和心理健康 至关重要 缺乏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孩子 往往学习成绩较差 更有可能行为不当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他们甚至可能会有心理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 希望自己孩子成功的父母 会透过安排和其他孩子的玩耍时间 以及鼓励他们参加 他们喜欢的活动 来帮助孩子 培养健康稳定的关系 这些活动的经验 会教导孩子 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 并解决冲突 而这是试图建立美好生活的成人 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你呢? 有什么能放入本章清单的东西吗? 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 告诉我哦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请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吧 但是嘿等等 先别急着去倒垃圾哦 我们还有超过2000部 有趣的影片 等着你观赏呢 你只需要选择 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按下之后 就可以尽情享受咯 持续锁定我们 量生活频道吧